韩国常常引起争议 但他们在全球娱乐产业中的杰出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尤其是在韩剧领域 近年来 韩剧屡次曲的爆款 无论是在创新 剧情深度还是内核力度上 都是全球影视作品的佼佼者 来自星星的你 太阳的后裔成功打造了偶像剧的经典 风靡东南亚 王国鬼怪在奇幻题材中脑洞大开 持续吸引观众 由于游戏以深刻的人性剖析 将不少热门美剧几家神坦 封你全球 韩国在创作上总是敢于挑战底线 但在韩剧领域却一次次打破天花板 这也是观众对韩国产业爱恨交加的原因 今天来探讨一下近十年里 那些口碑评分最高的十部韩剧 第十名 第 逃兵追击令 第 逃兵追击令是一部在网飞引起现象及热议的韩剧 以其敢于拍摄 能够拍摄 并善于处理暗飞题材而脱颖而出 该剧将镜头对准的韩国军队这个社会中最为黑暗的群体 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 年满年龄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前往军营服役两年 无论是普通平民 偶像练习生 体育明星还是财发亲戚都不例外 拒绝服兵役者将面临坐牢的后果 然而 由于韩国社会等级观念的严重 军营内部的欺凌问题屡禁不止 逃兵追击令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14年 正是这一年发生了两起震惊社会的霸凌事件 分别是经济到连川涅滨案和林兵长暴凡 然而 故事背后却隐藏了更为巨大的阴谋 逃兵追击令并不仅仅局限于勇敢拍摄的尺度 也不满足于揭露被霸凌者困境的表层 今年 逃兵追击令第二季已经上线 这部剧所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力 已经远超出一部影视作品的范畴 第九名 卫生 卫生是一部韩国的职场剧 相较于其他职场剧的夸张 狗血 或涉及谈恋爱的情节 卫生选择对准了那些不得不承认 只有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卫生是围棋中的专业术语 指的是目前还无法存活下来 但仍有可能妻死回生的棋子 代表着希望未敏 在剧中 主人公张格来是一位学历不高 出入社会的年轻人 被称为关系户 由于家庭变故 他未能走上职业围棋手的道路 转而进入一家综合贸易公司工作 年仅26岁的他 连复印都没做过 却开始了在职场打怪升级的道路 卫生没有夸张的情节 主题关键词只是努力和勤奋 张格来的职业生涯从实习生开始 正式工作只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该剧的厉害之处在于 尽管观众明白 它是一部老套的励志剧 却难以抗拒它的吸引 一方面 剧中对职场细节的刻画异常细腻 触动了每个打工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另一方面 剧中的张格来代表了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 成千上万个普通人 他们在职场之路上永远无法回避 被誉为工薪阶层的职场教科书 卫生凸显了普通打工人的奋斗 强调了那些在高层看来微不足道的 所谓努力所承载的人性尊严和沉甸甸的分量 因此 这部韩剧值得我们铭记 也值得反复观看 第八名 心里的声音 心里的声音是一部漫改韩剧 改编自备受欢迎的漫画 漫画家日记 主演李光珠 以其特有的幽默风格 迅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剧中通过夸张的台词 搞笑的肢体语言 以及出其不意的笑点 带来了令人捧腹的爆笑剧情 这部剧之所以备受欢迎 除了滑稽有趣的情节 夸张生动的台词 以及意外的笑点 最大的原因在于 它通过漫改形式 放大了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在一众职场励志作品中 心里的声音选择反成功 将焦点放在一群废他身上 家庭嘱咐妈妈 生意冷清的父亲 混日子的哥哥 画着没有出席漫画的主人公 这家庭展示了人性内心深处 真实想法 懒惰 弱点 甚至阴暗面 以夸张而生动的方式呈现 心里的声音 实际上是反映躺平文化的开始 也展现了年轻人个性和多样性 这部剧告诉我们 人生不仅有一条成功的路 开开心心 通过一种平凡的生活 同样是一种幸福 第七名 信号 在韩国艺术大赏上 一部名为信号的韩剧 不仅战胜了太阳的后裔 和请回答1988 还一举夺得了最佳电视剧 最佳剧本 最佳你演人三项大奖 这是一部典型的韩式选一剧 通过软科幻的手法 呈现了韩国警戒的一系列案件 观众对信号的认可可见一般 网络评分高达9 2 该剧的核心是一台对讲机 连接着两个不同时空的警察 共同解决一些惊天迷案 更吸引人的是 这些案件 都是韩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如经济到南部连环杀人案 信号不仅具有悬疑剧的传统优点 如情节紧凑 故事性强 扣人心弦 而且通过细腻刻画人物 呈现了悬案中的受害者 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冲击 故事融入悲剧氛围 三位主角都死过一次 呈现出一种无奈 无力且无望的感觉 信号通过重新演绎韩国历史上著名案件 反映出人性写实和社会格局 每个案件之后 主创都用心刻画人物 让受害者不再是简单的照片或尸体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受 剧中的人性写实 和对社会体制的质疑 使得信号在韩剧中独树一帜 这部剧以开放性结尾结束 留下观众自行解读 信号的结局并非完美 因为现实本就没有完美的结局 这部剧提升了整体韩剧的格调 成为许多观众心中韩剧的巅峰之作 第六名 棒球大联盟 棒球大联盟实际上是一部 以职场为题材的韩剧 尽管其名字可能会让人误解为题具 剧情主要围绕男主白胜秀 对梦想队的运营 即在运营过程中处理人际关系展开 而棒球元素占据较少篇幅 虽然一开始收视率平平 但凭借其出色的质量 最终成功逆袭 取得了17%的高收视率 笑傲全韩国 棒球大联盟最大的亮点在于白胜秀这一角色 在剧的后期 通过插入白胜秀的往事 展现了它每一次能力展示的背后都有源头 这部剧以真实的细节和真诚的故事向观众证明 即便没有夸张 开挂或者金手指 一部职场剧同样可以深入人心 第五名 秘密森林 秘密森林是由TVN制作的一部出色韩剧 与其他韩剧不同的是 该剧在演员的表演技法和剧情节奏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由曹承佑和裴斗娜主演的剧情紧凑 情节扣人心弦 揭示了韩国社会的贪腐 不堪和黑暗一面 演员曹承佑和裴斗娜的表演技法在该剧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特别是曹承佑用自己的演技精准地呈现了面谈演技 该剧以三个刑事案件为线索 紧密串联起故事 揭示了社会的黑暗现状 编剧和导演的高水准在保持悬疑性的同时 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关系 秘密森林 得成功在于观众对故事真相的无法预测 而这并未以丧失细节和情节推进为代价 剧中案件的扑朔迷离 正反派的智商在线 以及各方势力的互相博弈都表现得非常到位 该剧已久 三分的高分得到观众的认可 第三季即将上线 人们对于它是否能保持高水准充满期待 第四名 我的大叔 我的大叔是TLN于2018年推出的一部年度治愈之作 成为丧文化的代表和温情剧的经典之作 这部剧在展示韩国社会一案面的同时 以细腻的情感描绘了人性的细微变化 故事围绕着20岁的志安和他的奶奶展开 志安因小时候保护奶奶尸首杀人而身陷困境 第三名 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被皮歌定义为一部完美的老年青春片 这部剧独具创新之处 将焦点投射在老年人身上 以喜剧的形式呈现生活中的苦与乐 面对老年 剧中主角们时常面临友谊与误解 与下一辈的斗智斗勇 以及生活中繁杂 勇于细碎和无奈的瞬间 观众初次感受可能是心酸 一种难以连续观看的痛感 然而 通过剧本对老年心态和生活状态的细致观察 观众被吸引着打开电视 继续追下去 友情和爱情虽非主旋律 却在整部剧中闪耀着最为耀眼的宝石 我亲爱的朋友们告诉我们 老年后虽然可能会想要舍弃一些东西 但总有一些柔软温存 值得珍惜的东西 第二名 机智的医生生活 机智的医生生活同样由TLN制作 游诗元浩知道 与国产剧大多归于爱情不同 这部剧以医生为关键词 却更注重展现生活为主旋律 观众戏称为 请回答2020 以五个拥有长达20年友谊的医生为主角 展现了友情 成长和医生生活的多层面 五个主角在十二一棵大厢时 友谊贯穿整个剧情 游诗元浩的细致描绘 和对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多条支线 和细节的巧妙安排 五个人的故事都以清晰展现 剧中不仅有鲜活的人物 还通过各种病例 展现了医生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百态 继续保持高分的好口碑 该剧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友谊的温暖 也通过生动的病例呈现人间冷暖 使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现实中的疾苦 无论是医学情节还是人性描写 都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实听盛宴 第一名 请回答1988 请回答1988是TLN的镇台之宝 也是请回答系列中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 以91万人的评分 和97分的高分 它在中国拥有极高的人气和深远的影响 剧情发生在80年代双能动 五个家庭的生活在观众心中如同青春回忆 该剧的魅力不仅在于其质量 更在意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就像老友记一样 它融入了我们生命的某个时刻 让观众在熟悉的回音中沉浸 感受到童年或青春的完美体验 观众通过剧中的哀哀等元素 仿佛能回到看剧时的心境和状态 请回答1988的 成功在于它超越了技术层面 具有融入人性的魔力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好剧 更是一种对童年和青春的记录式观察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种对童年和青春的记录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种对童年和青春的记录